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概民国99年的时候 我们高雄港这边 为了配合高雄市政府 亚洲西外区它土地的一个开发 还有多工能经贸园区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就大概有一个计划 在配合市政府这边 是计划把中岛区 现在有的一些石化 比如说像中油 然后李长龙等等这些公司 大概我们就是把它清理到 所谓的现在中级二期的一个石化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不是所谓的石化专区 在我们高雄港 我们便便和这个石化专区这个名称 其实我们这个是一个石油化学的除菌中心 它只是做一个储存的部分 那大概从99年开始 我们大概跟这个大概有八家的业者 有两家 原先大概是有十家 因为有两家大概在这个迁移的过程 他就放弃要继续经营 所以最后是谈了八家 大概以后面牵到周二期这边 大概我们已经是有 周游大概有200公顷的土地 然后其他的石化业者这边 大概有53公顷的土地 那未来这个期程大概就是 会在107年6月之后 我们大概这个天台照录完成 然后这个土地会陆续交给这些业者 那这个部分大概五年是 这个石化产业根本就不适合再留在高雄 那原因是什么 如果连彰化大城旁边都没有什么 太多居民的地方都不要石化产业 那凭什么是在高雄 那高雄已经在林园小港 前正已经承担太多的这种附和量 縱使你填到外海去 我们还是最邻近的一群 那风一吹啊 那个所有的污染物还是往内路飘 那所有的运输还是会经过我们 所以说这个是绝对没有可能在高雄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假议题 假议题 那新加坡玉郎岛是什么样子 那玉郎岛执政党 他们这个新加坡执政党 他们有很强的控制力 很多讯息恐怕在新加坡 也不是充分的被揭露 我也必须这样讲 那新加坡他是会管媒体的 管媒体的国家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 那我们目前整个石化业 那其实在这20年我们长期的抗争之下 他已经大概都已经做好很多迁移跟外移的一个准备 那临近的大陆的那个漳州土雷半岛 恐怕就已经有很多石化业去投资了 那现在蔡总统所提出来的南向政策 那其实石化业也可以去投资 那我们所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中油就可以到外面投资吗 那中油来控制我们生产的这个价格 所以只要再多 那个塑鱼肉 对吧 距离西距离西的鱼肉 只要运进高雄就可以 对不对 只要运进高雄多一点运费就可以 对不对 淘宝你从大陆买都还比我们这边生产更便宜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论点是可以改善 也就透过中油或是我们政府可以影响的企业 在海外的投资 然后把塑胶原料运回来 那这就不会是问题 在石化产业的部分 现有的石化产业它已经继续存在了 那有可能说让它不再高层存在吧 我想它也许存在的时间可能比我的年纪还大 也比在各位的人很便宜 它还提供很多就业 也创造很多经济发展 那对现有的石化产业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我想不管经济部的部分 在推动高屏化石化产业的部分 我们地方政府如何能够去协助跟处理的部分 如果假设你这个石化产业的部分 如果假设真的你的投资设备是要改善 通过的排放量 这个还有能够做到节能减碳 以及提升产市 然后让环境更好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支持的 首先就是说 大家知道吗 半桃底产业它排放的费力 比石化产业排放的污染还要严重 那为什么半导体 我们盖一个新的科学园区 大家是显向于支持 但是盖一个新的石化专区 大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堂生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就是在于说 它到底能不能做好它的环境控制的这个方面 所以问题不在于它做什么东西 而在于它是不是能够控制好它自己的环境 那其次就是说 我们目前高雄市石化的问题在于说 其实全市的石化工业区分布在人物大社 还有半平山武器那边 还有前镇 还有小岗这边 它是一个分 林园小岗 它是一个分散性的 它会造 这样一个分散的工业区设置 会对我们造成什么问题 就是 它为了运输石化的这个材料 它会有很多管线穿在市区的底下 还有很多巢车在我们市区里面跑来跑去 对我们安全造成一个很大的疑虑 那我常常对我们的同仁说 我常用一个比喻啦 就是养狗 狗的能力 跟它的忠诚心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试问一下 有没有狗是大便的 狗一定会大便的 但是它大便 它搭在它自己的狗窝里面 跟搭在你家客厅 那种感觉是差很多的 特别是说 如果这只狗不但 会大便在你家客厅 而且它沿路在跑的时候 还会一直沿路撒尿这样子 那这只狗也会让人家更讨厌 我觉得石化专区今天的问题 有点类似这样子 就是 它并没有办法很完善的 把它自己产生的污染 锁定在一个地区 然后把它处理掉 甚至会穿越我们整个市区 对我们市区造成污染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 必须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高雄市 市政府才会在 这一次提出一个高中转型的计划 我们准备跟新政府去争取高中转型 我们希望能够将所有的石化营业区收敛在一个地方 不要让石化潮车跟石化管线继续在我们的市区里面跑来跑去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那基于这个目标 我们石化产业 基于这个目标底下 我们石化是不是有必要成立这个专区 大家是可以讨论的 那最后我是提供一个参考数字 就是说目前新政府上任之后 其实各个县市政府都积极在提出说 我们要翻转台湾的经济 要提出新的产业 希望新政府能够给我们新的产业 可是其他各县市政府提的新的产业 再讲的新的产业 都是几百亿 几千亿的规模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声明朋友 我们的石化跟钢铁业是破造的产业 它的产值是破造的 在全球化进而赢者全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 你一面金牌是胜过十面铜牌的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是不是要让资源过于分散 还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产业资源集中在某几个产业 让它成为世界第一 让它高质化 让它发展 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目标 那我会最后的建议就是说 其实高雄的未来在哪里 真的就是看高雄未来的产业优势在哪里 石化业的污染的控制技术去承受 而且是可以达到我们的高标准要求 那这个高标准要求很可能比现在的CNS的标准还要高 好 这个老实讲这个不容易 那第二个 我们因为两年前的石化晚线的气泡 之后我们在这个新政府成立前 我们市政府的政策里面提到的一个 博物事业总部栏签 石化业要在高雄设 总公司发展允许的高利使用权 那如果以这个政策来看 是希望石化业的总公司来高雄 除了财税意义之外 在这里制造的污染 你感同身受 你就要积极去采散 那更大的一个说法就是 高雄石化业是存在的 当下没有说要把它砍掉 那第三个呢 在石化业里面最重要的 当然百分之八十的丢 无间汽油在大陆里面是 我们不要的话 我们有没有勇气 骑脚踏车上下班 我们不要开车啊 不可能啊 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素交代 随便拿回来乱丢 这个要不要改善 我们如果说石化业所衍生的 那种产品是在我们市政府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与之共存 要改善 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现实 不然的话就像开关那样把它切掉 我们明天我手机也不用了 我会骑脚踏车走路嘛 我就回覆过去 老实讲回不去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就要面对现实 找出石化业在高雄设立 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 来处理它 当然我个人 在很多的这个讨论会当中 我经常碰到就是你跟你的答案 可是我是从事一个规划工作者 我认为领道一之间还有很多可能 所以我不愿意以一种选立场 然后这个我决定我同意或者我反对我 不是那种立场 我站在一个规划的座位来讨论这个 那当然 每一个选区的议员一定会说不要在我这里 这是领地效应 我先讲这是最安全的 我觉得反对 好 那要到哪里 到台湾来想 要多远 可以讨论 技术另外的问题 OK 那一个点一选择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分散以原来高雄市的郊区 或者港区旁边的要把它集中 那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下间是西南季风 中间是西北季风这样吹进来 看那个位置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高雄地区 至少都会去的话会 那过去研究热造消音 西南季风 从往东北这样一直跑跑到燕草为止 那所以整个大树区的西侧 燕草的南边到钢山的南边 在石化叶的这一个位置来讲 比如零眼石油画 鳳山等等都会受影响 因此很显然的 不是我们认为说要设石化专心 接下来位置设在哪里 就跟老鼠共同讨论 我们把猫挂个铃当最好 接下来谁去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 那当然我们假定 我们真的要有这个石化专区 那当然这环境控制 环保的控制能够达到很完美 还有孤兰物可以再投入许款再生产 这些技术都可以合化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两个问题 一个会牵涉到的住宅社区 他们的千村计划是什么 有没有同意 有没有经过地方公民的同意 还是几个精英建立就好 我认为这个一定会碰到困境了 我过去还在市政府的时候 刚进去就接触皇宝党千村到09年后退休 08年半有完成 算是有完成的 签了几年 38年 从59年算了38年 所以知识提到 那包括用地取得 住户的安置 而且还要皇宝党千村来提供了三种选择 给现金给住宅或者配币之间的分配 那我们在谈这些之前 应该要有些想法 那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假设前面这些都搞定了 那其他人会受影响的 他们的心理想法是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参考皇宝党千村 这个先前在美国德州的投资 他一样他承诺环保 他一定要做到最高的标准 甚至超过他们的国家标准 第二个 他投资了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给周边的社区租户 每一年有健康检查 他补充 还有 我们我不晓得 我们石化业有没有勇气这样做 德州籍的 住德州籍的大学生免协会 技职体系的学生免协会 如果石化业愿意 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回馈 同时呢 又投资高雄市区里面的大学 去帮他做研发污染的控制等等的研发技术 如果他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来讨论石化专 其实才是成熟的 那事实上 我们回到我们现在 台湾的石油的价格来看 内需为主 可是台售还有外销 那也就是说 以国民的生命财产健康 作为社会成本代价去补贴了这些 事实上如果以这个来 角度来看 高雄人是被卖掉 还帮人家使钞票 为什么 你在高雄加油 跟在台北加油 是平价的 在宜山买水果一定是有产地价格 我们高雄呢 产地价格在哪里 全部的财税集中到中央 再重复配回来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面对石化专区 要翻转 把回费条件开出来 这才是真的要谈 不然的话 大家都会谈 谈到最后 把屏幕一下就选择那里 就跟合肺料一样 没有人要 要把诚意提出来 我们再来谈石化专区